用现在科学的名词 超越时空 就这个意思 我们看事情 不能看眼前 眼前善事 不见得是真的 善会变成坏 眼前坏事 也不见得是坏 坏事也就有好事 不定 怎么变的呢 我们心态变的 底下这句话非常重要 故一发圆满 一切发之功德 这一句关键在圆满 我这一发圆不圆满 如果真的圆满 它就具足一切法的功德 无论哪一发 这个一发也是广义的 是任意 不是专义 发发 介入 科学里面的发信 为佛法做了很好的证明 你看 鲜首大师的 忘记还原官 唐朝初年的人 距离我们现在 一千七百多年 他给我们讲三种周病 他举的例子是一成 一成是一发了 鲜首大师 是大车大悟 明心见心的菩萨 他所说的一成 肯定是 弥勒菩萨所讲的一念 念念成形 那个形就是成 形是物质现象 他告诉我们 这么一个小的物质现象 而且存在的时间 是极其短暂 虽然短暂 虽然是那么小 可能就是现在 这个量子力学家 所讲的小光子 他有三种周病 第一个 他一现行 周边发解 这个在现在天文学家 为我们守顾 这小光子放光 我们热眼看不见 任何物质 都放光 佛法里面讲光 科学里面讲电 这个气功里面讲气 实际上都是一桩事情 他的速度 那就是现在我们科学里面所说的 一秒钟30万公里 他那个极细微弱的光 他那个极细微弱的光 那一发出来的时候 还原观上告诉我们 不止 那个速度啊 不是光的速度 也不是电磁波的速度 这个光一发 这个光一发周边发解 现在科学家还没发现呢 超光速超的太多太多了 光速不能跟他比 第二个周边的是畜生无尽 这个小观点 随着意念在变化 无穷无尽 没有编辑 第三个现象是 寒荣空有 这个寒荣空有的时候 就是此地讲的 愿民之德 用现在科学的名词 超越时空 就这个意思 一尘呢 那我们身上有多少 科学家有数据 我们人身体 一个普通人身体 大概是多少个 原词 或者是基本粒子 科学家有数据 总是以本意来算的 那弥勒菩萨告诉我们 念念成行 行界有始 每一个 佛法讲的是 每一个微尘 每一个矛盾 里面都有 变法界 虚空界 圆满的信息 不但有圆满的信息 有圆满的形象 这个真不可思议 那形象 我们可以从这个 现在科技里面说 也能得到这个消息 缺席照片 这一张照片 你把它剪成粉碎 一点点 里面还是圆满的照片 在里头 我们自信 是圆满的 自信所变出来的现象 也是圆满的 现象最小的 是微尘 佛经上讲 微尘 极为之为 那现在科学家 那是小光子 这小光子就是量子 他里面具足了 变法界 虚空界 圆满的现象 不只是信息 通通居住 佛在经上 告诉我们 普贤 菩萨 能入 这个境界 普贤 菩萨 能入 意思就是 我们每个人 都能入 只要你修 普贤心 普贤心 是什么 是把 齐心动念 放得干干净净 这普贤菩萨 信德 圆满的透露 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 会不会基督人 不会 普贤菩萨 会不会 轻慢人 不会 你看 普贤菩萨 第一个 离尽诸佛 他真正做到了 自卑而真人 他是菩萨 当中的典范 没有比他 更谦虚的 祝福 那是祝福 华严经上讲的 情与无情 同源终之 那你就想得了 同源终之 就是成佛了 你看 秦 有情众生 无情 花草树木山 好大地 所以 普贤菩萨 礼拜微臣 微臣里面有世界 世界里面有祝福 世界里面有众生 世界里头有世界 我们一般人 不知道 普贤菩萨的境界 知道普贤菩萨的境界 就知道怎样去学它 称赞入来 一切众生 无论是进 还是日 下 还是悟 普贤菩萨的 全平等了 全没有了 我们在经上读到 十十是好事 四四是好事 我叙了两句 人人是好人 四四是好事 我们看事情 不能看眼前 眼前上四 不见得是真的 相会变成坏 眼前坏事 也不见得是坏 坏事里头有好事 不定啊 怎么变的呢 我们心态变的 这一点一定要懂啊 为什么佛眼睛 看一切众生都是佛 我们看一切众生 都是众生 心态不一样 什么道理 尽随心传 如果我们的心态 实际上是真心 你看 各个都是真的 我们是望心 看一切都是希望的 所以佛家讲那两句话 讲得非常之好 相悠心神 静随心转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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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陀佛